两块金牌等着中国女排去拼搏。张长宁时隔九个月回归,一上亮就瘦了。 结束了五战分战赛,一战总决赛的女排国家联赛,中国女排全队上下并没有多长时间的休息。 郎平坦言,自己唯一休息的时间,就是能够看一场世界杯而已。 随即中国女排就将开启新征程,今年还有两块金牌等着女排去争夺。一个是八月底开幕的亚运会,另一个是九月底开始的女排试锦赛。 女排比赛几乎成了一种规律。 一年中大约是十月底到一年的五月,是各国联赛的比赛时间。 从六月初到十月,又是国家队比赛时间。 像朱婷这样的在俱乐部和国家队都是主力的球员,那几乎一年到头都没有休假时光,十分疲劳。 运动员不容易,获得的荣誉和付出是成正比的。 今年上半年,中国女排整体表现不能算很出色。 五战十五场分战赛,取得了七胜八负的成绩,面对强对中国女排几乎全输了。 随后的总决赛,在南京主场也未能闯进总决赛。 有些球迷表达不满,但是如果翻阅中国女排过往战绩,尤其是2013年郎岛重新指教中国女排一将的表现,可以看到,女排大奖赛到如今的女排国家联赛,这种商业大赛,中国女排通常都是在锻炼球员,磨炼战术,并不很看重成绩。 狼岛指挥的这六年以来,中国女排在这种女排大奖赛上,从来没进入过前三名。 可是到了真格的时候,到了真正受瞩目的冠军争夺赛,中国女排则被狼岛调整到了最佳状态。 2014年世锦赛收获亚军,2015年世界杯拿到冠军,这是中国女排时隔11年,继2004年雅典奥运会沉中和收获冠军后,中国女排再次站在世界最高领奖牌上。 2016年里约奥运会,冠军属于中国。 2017年大冠军杯,并不算是三大赛,但是世界强队都来了,中国女排全胜夺冠。 其实看看这些成绩,球迷应该放心。 中国女排真正的成为了一支大赛型队伍,在大赛中能够稳定心神,打出甚至超水平发挥实力。 应该说,走南闯北这么多年,朗岛在培养球员比赛节奏、大赛状态上,已经非常出色。 目前,中国女排全队抵达宁波,开启一个月的封闭训练。 首先进行备战的是个开胃菜,雅加达亚运会。 中国女排和韩国队分在一组。 还记得上一届人穿亚运会,韩国女排在金软颈带领下就拿到了冠军,这一次中国女排期待将这块金牌重新夺回。 张常宁时隔九个月重新归队,原本看上去变胖了的宝宝,一赏量就瘦了很多。 球迷不仅将再次看到朱元璋的发挥,也能期待张常宁对战术安排的丰富下,李莹莹的进一步出彩。